老婆不會罵你嗎 12個小時你都不在家 孩子都在搞什麼東西 只有我才娶他 因為他不會怎樣 有養成丟東西的這個習慣 就已經無心中有在訓練了 你連人家丟石頭都要低肩側頭是不是 我爸說以前我們家的櫃子 全部都是要鎖起來的 身體的東西都會拿 然後就從二樓去 我光是抬腳我就覺得怪怪的 抬腳就覺得怪怪的 我真的覺得自己不會丟球 然後也沒有同時跟棒球相關的工作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要做什麼工作內容 會想要開Uber 放空心境是不是 我在進化我兒子的心靈 對因為最近跟兒子相處特別的多 對我發現他有點誇張 所以我們兩個一起進化 你竟然好像有點不滿意 好啦懲罰二選一的話 唱歌跟講笑話 來你要哪一個 講笑話 講笑話你有準備是不是 剛剛好 我剛剛在那邊的廁所的時候 看那個笑話我覺得蠻好笑的 我們廁所笑話超級爛 這講出來會引起公憤 真的假的 那我可以再講了 愛你的運動 秀你的世界 歡迎大家收聽運動世界趴 我是阿戴 以我們台灣過往的一個棒球投手的形態來說 上肩頭髮大家應該認同是比較常見的 那側頭或是地尖側頭的數量相對的就比較少一點點 不過這幾年在樂天桃源出現了黃子鵬 還有張錫凱這兩位算是地尖側頭的好手 讓人對他們更加的好奇 尤其是子鵬 今年從牛鵬轉任先發 一口氣攪出九勝八敗防禦率3.40的超優異成績 明年的表現也更令人期待 我們都很期待看能不能奪下台灣超級潛水艇的封號 不過有好成績自然是鼓勵也應該會有不小的壓力 所以今天的節目我們就特別邀請子鵬來到運動世界趴的節目中 一起來聊聊他目前的個人狀況 還有去年表現優異的關鍵 未來的強化課題等等 我們今天的題目也有特別從運動世界趴的臉書社團裡面蒐集 如果大家想參與我們的節目跟主題都歡迎加入到運動世界趴的臉書社團當中 好那馬上就來歡迎我們今天的節目主角 樂天桃園隊先發投手 同時也是Raybill運動員的黃子鵬 歡迎子鵬 哈囉主持人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子鵬 子鵬經過一個球技的征戰 現在是你的休息的一個期間 休息的階段 對 那這一段期間你是完全休息嗎 還是說你可能會有一些基本的動態的活動 可以讓你保持身體的一個狀態 主要的動態應該是跟兒子玩吧 跟兒子玩 因為就是利用這少少的一個多月 就是盡量陪兒子 因為平常都是老婆在待 現在好不容易有時間可以幫忙 就是盡量多分擔一點這樣 現在兒子大概多大 一歲八個月 哇很可愛的一個階段 你有想像說他以後萬一開始 慢慢的增長之後 要跟他玩一些什麼東西嗎 我不敢想 不敢想 因為聽說越來越恐怖 現在應該就有一些感覺了吧 對啊 所以我先珍惜現在 OK以後會帶他去釣魚嗎 你最喜歡的釣魚 當然會 釣魚的這個東西 是你最大的一個興趣對不對 對 那你釣魚都會去室內釣 還是會去野外去釣魚啊 當然是野外啊 野外 因為我喜歡大自然 所以室內都是那種什麼 初心者 初學者才比較會去室內 其實也沒有欸 也沒有 有很多高手會在室內釣啊 那你會就比方說像釣魚的這一個活動 應該是你現在休息階段蠻喜歡做的一個活動對不對 那釣魚的時候你都在想什麼 放空 是不是他透過麥克風跟老婆說聲辛苦了 他當然辛苦啦 我愛你啊 哇很好很好啊 子朋真的是超級好男人啦 所以呢這段時間你可能比較多時間花在釣魚上面 也應該只有這一段時間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接下來大概什麼時候會大概跟球隊開始一起訓練 我們球隊有分三個階段嗎 大概會是在第二個階段的時候會加入春訓 第二個階段 所以大概是1月初那個時候 對對對 OK那現階段就是比較年輕的這些選手這樣子 然後我們自己其實其他人也都會自主訓練這樣 那你最常做可能自主訓練是會利用休賽季的期間 比方說多做一些重訓嗎 因為球技中可能大重量比較不能做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這部分可能是在休技期間可以加強的 那今年球技的子朋呢 當然從牛朋轉變為先發的一個角色嘛 前面也提過哇今天成績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想先跟子朋來聊一下就是說 像教練啊在讓你轉換先發的一個過程中啊 有大概經歷過比方說多久的一個溝通嗎 可能從什麼時候就開始預告了 然後有經歷了哪一些調整 其實教練在剛開始的時候有些人大概跟我講說 是可能會先朝長中記這個角色出發 那到後面可能秋隊有一些考量 就是才把我轉為先發這樣 所以是可能是在今年的 今年還沒過完嘛 今年的春天那個時候 春訓的時候 春訓的時候有先跟你講 對對對 稍微先預告一下 可能先從長中記開始 然後慢慢的再到先發的這個部分 其實你在新人球技的時候就有先發 你還記得嗎 對 那一場你還記得是對誰嗎 當然啊這富邦啊 對因為那一場那一場內容 其實當然因為是初先發嘛 所以大概3.1局掉6分的一個成績 可能狀況那時候你還記得是遇到哪一些狀況 你很難去解決嗎 或是遇到什麼打者你覺得很難纏 那時候就是想盡辦法解決打者 結果是對方解決我 對 像比方說那一個時候 可能跟現在的控球狀態啊什麼的 一定是有蠻大的一些進步嘛 對不對 其實那個時候 我覺得也沒有差很多啦 那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經驗累積嘛 每一場比賽遇到狀況真的不同 手感也都不一樣嘛 這個感覺是不同的 那像轉為先發 我們都知道先發投手嘛 這個投球局數變長啊 然後體能負荷也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像春天教練團在跟你講了之後 可是那時候他跟你說長中計 你有特別針對這個部分的體能上面 做哪一些調整嗎 或是以先發為目標做調整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我們每一次的春訓 就是都是教練他們都有安排好 哪一個位置該怎麼練 其實教練都有安排好 我們其實就是沒有太多的想法 我們就是照著教練安排的課表 我們就照表操課這樣 但教練都是有盡量的幫你們做規劃這樣子 對 如果要做先發投手 跑步要跑的特別多嗎 其實我覺得主要是在 每一隊都是這樣 就是主要都是在牛棚的量 可能就稍微會多一點這樣 一次牛棚練投的量有平均大概幾顆嗎 如果你要以先發為目標的話 像我們比賽當中可能會說 100顆是一個基準嗎 那牛棚可能會到什麼程度 這個東西其實美國跟日本其實就有 也是有一個差異 就是因為有的人可能是照美式 有的人是日式 但我覺得每一個人需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那有的人可能會是需要 牛棚是需要拉到100顆 但是有的人可能只是需要短短的30顆 他就能夠維持 就是要照自己打職棒每一年 自己學經驗然後自己累積來 然後之後才會知道說該怎麼樣去調整 你會投到像是那種150顆到200顆以上 那種球數 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啊 所以還沒有這種經驗就對了 但未來也是有機會啦 OKOK 就是在牛棚的量嘛 就看怎麼去做控制這樣子 那當然以今年的一個成績 當然這選手嘛 總是會做一個成績上面的結算 那我們球迷其實彼此之間 我們都很喜歡看球 然後也都會討論啊 發現本季可能對左打的壓制力 稍微有一些些的下降 比方說去年被打擊率 可能是2成62左右 但今年大概是來到3成01 也比聖牙平均的2成92 稍微高了一點點 那子彭你認為可能的原因 大概是什麼 因為今年轉先發 喔因為轉先發 所以樣本數變比較多嘛 對啊 然後遇到很多的左打者這樣子 那加上在中繼的時候 教練會有可能會離開左打 還是怎麼樣 那可能左打就會比較少 像是未來你可能都是以先發為主的話 這一個部分你有特別跟教練討論 或是你自己有什麼想法 想要去做這一方面的加強嗎 因為我其實不管是左右打 我上去我就是想盡辦法做出我當下 我覺得認為我最好的球種跟我想要投的位置是哪裡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說就這個部分可能就只是自己的敏銳度跟經驗的累積這樣而已 那像子彭你在場上 因為當然維基百科都會寫說你會投什麼球 可是這一方面可以透露嗎 就是說你的最擅長你自己自認為 最擅長的球種大概是有哪幾種 自己最擅長的 對自己最擅長 你自認了 自認最擅長 我覺得快變畜生球了 我覺得我畜生球好像投的越來越多了 所以你基本上可能就是會根據反正不同打者的一個習性 然後來跟捕手做不同的一個配球上面的改變 對不管是左打跟右打都是會去做一個調整 那因為像傳統都會認為說像第一肩側投對左打好像是特別的吃虧一些 你自己會有這種感覺嗎 我不會去想這個 不太會去想這個 對因為我就是上了場 我就是我們投手我們有一個心態就是我就是要解決打者 不會去而且有的時候當我們有一種被人家覺得說 就是你就是哪裡就像以前打籃球 就是我以前我也很愛打籃球 就是如果當人家越覺得我哪裡可能 不行 可能哪裡比較不行的時候 我就會越想要用那一邊去得分 你這個就是那個台語怎麼講啊 高級娜是不是 高級娜嗎 沒有 就是你可能雖然說人家都會說 可能第一肩側投對左打比較不OK啊 或是容易有狀況 那你就反而更想要去把左打者給解決掉 有這個企圖心啦 這個企圖心在 不過我相信只要上到場上就像你說的 這個要面對打者全力的去解決 這個心態是永遠都不會變的 對對對 那像你這個第一肩側投應該是你最大的一個特色嗎 我記得其實你以前剛開始打棒球的時候 那時候算是側頭吧 側肩投球是你比較習慣的一個動作對不對 後來然後你可能又變成上肩 然後是在 因為高中受傷 高中受傷 所以轉到上肩的一個投球 就是回歸基本 那後來是郭源志教練的一個指導之下 才又改回這個姿勢嗎 就是教練有說 如果這是你自己最舒服的姿勢 那當然可以繼續用 那像你這個姿勢就是 你原本可能就是有點習慣做側頭這樣子的動作 是天生的還是就是說 有教練特別去跟你講這個動作 那是我國中教練的時候 我在國中時期 國二的時候 那就是跟教練就是有討論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嘗試看看不同角度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那我們就嘗試往下修一點說 效果真的還蠻不錯 自己也覺得還蠻適合我自己的 所以說你這個姿勢算是一接觸就上手 還是你其實花了蠻長的一段時間 去建立這個動作 其實我覺得還蠻 就是自己也還蠻喜歡嘗試新鮮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不會有什麼上不上手的問題 因為就是以自己的協調性 去發展出一些新的花樣這樣 各位聽眾朋友 這就是天分啦 天分的差別好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這個一般人 連上肩都卡一卡 都沒有辦法把球丟得很好 所以經歷過這兩種的一個姿勢 當然還是覺得低肩側頭 是你最順手的一個姿勢嘛 那時候在做上肩投球的時候 你有曾經一度有想過 就要這樣一直投上肩嗎 其實以前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沒有想到這麼多東西 那時候只是覺得說自己喜歡投球 因為小時候我媽很頭痛 我的一件事就是我很喜歡丟東西 你很喜歡丟東西 所以我可能從小時候就有養成了 丟東西的這個習慣 就已經無心中有在訓練了 你連人家丟石頭都要低肩側頭 是不是 我爸說以前我們家的櫃子 全部都是要鎖起來的 因為我東西都會拿 然後就從二樓往一樓丟下去 你什麼都丟嗎 好像什麼都丟 但我自己是沒印象 很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所以你這個丟東西的習慣 真的是從小又開始養成 還好還好是丟東西 不是丟姐姐 丟什麼東西 這樣子的事情就大掉了 還丟不動 那就沒辦法 丟不動 OK 那當然你的這一個今年球季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據點 算是成績維持的非常不錯 而且大家都會說 你是新的屠龍手 對這個衛權龍隊是很有心得 對戰防禦率2.20 是這個四隊最低 這個我當然知道你每一次上場 都是全力的去拼戰 面對每一個打者好好的去投球 但是面對龍隊 你覺得會可以成功壓制 他們的最大關鍵 覺得是什麼 不過我覺得因為 有的時候可能是剛好 我的先發場次 就是家人就是把我排到 對龍隊的比較多 那其實我對 每一隊的想法真的 就是像你剛剛講的 我每一次都是 很想盡辦法的去 去想當下的策略 要怎麼樣去執行 那也知道說 龍隊對戰的比較頻繁 那他們一定也是會 想盡辦法要破解我的策略跟球路 對 所以在每一場也是自己 會去跟捕手去討論說 我們當下該怎麼樣去應對 我們如果有發現到別人 開始在鎖定怎麼樣的球路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改變 所以說其實職棒選手 大家可能認為他們就是上場 就是投球啊 都是很直覺化動作 可是其實每一場賽前都是要動 相當多的腦的 你都要一直去做策略上面的思考 每一場別的賽前都會跟捕手 做一些轉換策略變化對不對 對對對 那因為像龍隊我們當然他是職棒的新軍嘛 在今年球季開始之前 我們都會認為他們是一支年輕有盡的球隊 然後他們可能跑壘會非常的積極 又是講到傳統觀念啦 會覺得說低肩側頭可能比較容易被盜啊 或是對於腳層上 可能會比較沒有辦法去做防範 你自己會特別有這樣的感覺嗎 我就是只會想著說 如果當雷三好跑者的時候 我就是盡量做好我看管跑者的本分嘛 那就是盡量的去控制我的節奏 那如果真的跑了 那就是他們真的厲害 那我就會想辦法 在他們進到下個月的話 我要怎麼樣去控制那個局面 所以反正就是做好你自己該做的 對對對 因為人家也是有很努力的在 可能在這方面有做練習 研究你這樣子 對啊 那就是今年他們得到的一個好的成效嘛 關於就是防範倒雷的這一件事情啊 有沒有隊友或是教練有跟你講過說 你有一個什麼習慣動作 那可能容易被跑者給抓到 有人跟你講過類似這樣的東西嗎 其實我們自己隊友 其實有的時候都會互相幫忙看 嗯 我就看一下你有沒有哪一些習慣動作 可能你被抓到 然後我最近其實在看棒球動畫 所以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子彭 就是他們裡面會說 就是你面對那種快腿的球隊啊 有沒有 然後投手 不要一開始就一直牽制他們 一直牽制他們 因為牽制的話你的節奏感容易被抓到 你的投球節奏容易被抓 有這回事嗎 那是哪一個漫畫 借我看 棒球大聯盟 第二 就是比較近幾年的啦 我就覺得蠻好奇的 想說你們會有 會特別有這樣子的說法嗎 可是如果當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那就代表說你的節奏是一致的啊 那所以當然這樣就被很好抓啊 那就對啊 但是如果你節奏是你有辦法控制去變化的 其實不會就不會造成這樣的問題啊 或是就故意可能反而是忌忠忌 擾亂一下對方 對啊這就說不定了 說不定了我就故意給你牽制啊 然後有不一樣的節奏 其實棒球就這樣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對對對對對 好那我們社團朋友呢 有提出了一些問題 首先那是有這個 中華職棒強打者當然很多嘛 他可能有分成巨砲型 像小胖林宏裕嘛 那安打型啊 快腿型 哪一種類型的打者 你有覺得說最害怕的嗎 我最怕球會把球打到我的打者 打到你身上的是嗎 對啊我還有小朋友要養 你有遇過這個情況嗎 就是從小到大打棒球 就直接飛到你身上 國中就有學長直接打到我的腳踝 打到了當下我直接倒下去 我那時候我真的以為我腳斷掉 因為我腳沒感覺太麻了 沒感覺我以為我腳斷掉了 那從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就是生命真的要好好珍惜 而且他們那時候都是鋁棒吧 鋁棒啊 國中鋁棒速度 那個打過來真的是超快的 速度又特別快啊 ㄎ一聲然後結果就以為是你骨頭 被ㄎ一聲 對啊那真的一閃神就會被擊中 現在有在跟那個學長聯絡嗎 現在好像是蠻久沒聯絡 該不會是因為這個事情嗎 沒有啦 開玩笑開玩笑 可是那像你們投手 當然會怕打者打到你們啊 像現在美國大聯盟他們有很多那種 因為其實我們也看過很多案例 是可能就打者擊錯球 打到投手頭部那很危險嘛 有那種所謂的碳纖維的球帽之類的 這種類似防範的一個裝備 你們會有興趣接觸這一類的東西嗎 我知道好像我有聽過這個東西 但是就是球隊這邊也都還沒有人帶過 因為我覺得那個搞不好會影響到投球 因為那個應該是有點重量 會影響到投球 其實美國他們那邊可能有些人帶過 他們就會覺得說 他不能說多重 因為卡本也很輕嘛 可是就是你的頭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跟以前不一樣 然後有一點不太靈活 我覺得一定會 就是聯盟這邊有沒有什麼制度 安全措施 就規定大家一定每個人都要帶 那就逼不得也必須要去習慣一下 那像你很怕被打者擊錯的球 給打到自己嘛 對不對 你自己會很怕丟到打者嗎 我自己嗎 對 當然會啊 因為我不是故意想要丟人的 對啊 那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但是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會說 投手如果一旦你怕丟到打者 是不是內角可能就很難攻 對 那這一部分心理建設上 有沒有可能有哪一些的東西 可以去克服 或者是說就是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就是盡全力要去塞內角 但是我就是盡量 這就是策略問題啊 因為就是我現在就是 我想要進攻這個角度的位置 那本來就是有可能會 達到人 有機率啦 那一定是有機率 所以我今天達到人的機率還蠻高的 OK 所以反正就是一樣嘛 就保持好自己的心態 該攻就是要攻 至於結果怎麼樣 也不一定是你百分之百可以控制的 對 好那來到教練團的這個部分 其實像子鵬啊 你有經歷過洪一中總教練 跟現在是正好局總教練 這兩個時期的部分嘛 那這兩位教練在整個帶兵的風格上面 你有沒有覺得有哪一些比較特別不一樣的差異 哎呦你現在露出一個非常詭異的笑容 不是不是不是 是因為 因為 這個兩個教練是在 他們出現的時機 是一位像洪總他是在我 菜鳥年的時候 我接觸到的 嗯 那那個時候我 自己也比較需要一點嚴格的方式 來督促我的練習 然後讓我可以比較快進入狀況 對 那 到 龍毛總教練 就是接了這兩年 嗯 就是因為自己也是年輕的開始進來 自己也算是比較終生代 有嗎 算啊 我現在進來都十八十九歲了 我真的算終生代了 哦五年了 對對對 要五年了 對對對 然後 就算比較終生代 那 就教練也會 就 又輪到龍毛總教練嘛 就是 也就會給我比較一些空間去讓自己去 發展一些自己想要去研發的東西 研發的東西 也不是說研發 就是說可以去嘗試一些自己想要嘗試的東西 不管是訓練或者是技術上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出現的時間點 就對我來講幫助都很 兩位教練對我的幫助都非常的大 新嘗試的東西有大概是什麼嗎 新嘗試的東西 對 例如說新的球路嗎 我覺得是訓練吧 訓練方式 訓練方式 因為教練團改變 訓練方式就會不同 不管是體能上或者是技術上 我們大家平常看球的時候 會覺得龍毛總教練比較像我們感覺 好像比較自由 會比較讓選手去做更多的像你剛剛說的 嘗試的部分 他是屬於比較偏美式風格的教練嗎 我也不知道美不美式 但我覺得說他就是很相信選手 會讓選手去做自己想要做的方式 因為大家都是想要贏球 就是一定就是想盡辦法就是要贏球 那只要你有想到你覺得有機會可以幫助球隊的方式 那你就去試啊 但是我們也必須老實講 就是當然自從最近一次三連霸之後 那最近這兩年桃園隊戰績並沒有到這麼的理想 那子朋有覺得其中比較大的關鍵 可能會是有哪些地方可以再做改善的嗎 這個東西我覺得就是 教練團他們自己一定會有一些方針 那就是在明年春巡的時候 他們一定就是會開個會跟我們做檢討 那這就是看教練團這邊他們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我們選手我們就是自己 先把我們自己的身體練強壯 那等明年春巡的時候我們在一起 看要怎麼樣朝明年的目標前進這樣 因為很多人其實會說投手相處最多的 可能不一定是總教練 可能會是投手教練的這一個部分 在教練團名單裡面有川岸牆這位日本的投手教練嘛 他在整個要求上面跟台灣教練們的要求 會有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嗎 不過川岸牆教練他跟我們其他投手教練 職位是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許民潔教練他是前面以前的投手教練 那川岸牆教練他是在下面 所以他會比較多時間來跟我們講說他看到的一些東西 因為在做調兵啊什麼 那個在一線的是許民潔教練 所以他他們的職位是不同 所以要求的東西也不太一樣 就一定會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看的東西是不同的 可是像許民潔教練他也是日本回來的嘛 所以他是不是在細節上面會在意的特別多 就是可能會雕琢更多的一些小地方 其實就是大家所說的就是基本功嘛 那基本功其實我們就是會比較要求一點點 基本功是說比方說可能控球能力啊 或是基本動作這一類的嘛 對對對或者是手臂啊之類的 好那像現在的球隊啊是原本是Lamigo嘛 後來交由樂天來進行經營 以球隊運作這一方面來說 我不知道選手那一邊會不會有感覺 就是你有覺得說 翼主之後在球隊風格啊 或者是可能上面給你們的指示 會有哪一些你覺得比較不一樣的感覺嗎 其實我覺得球員不會有感覺 因為我們就是每天就是練習 那至於上面發生什麼事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就球衣不一樣而已啦 球衣不一樣顏色不一樣 對對對 OK所以就是你們還是做好你們該做的一個工作 對對對 好接下來呢可能跟今年球技的問題 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相關啦 但是就是就我自己在做功課的觀察呢 稍微發現一些有趣的小地方 就是例如說像是運動營養的這個部分啊 近幾年大家其實蠻在意的 我之前有看影片 大家如果沒有看可以去看 子鵬的這個一日系列 跟拍了子鵬蠻久的一個時間 然後我就發現一個點啊 是子鵬你賽前 你除了會看釣魚的影片之外 那你呢有弄吃的東西來吃嘛 發現你吃其實蠻多蔬菜的 我就想要問你說你在球技啊 或者是在訓練這一方面 會特別注意飲食比例上的分配嗎 比方說碳水化合物啦 或是蛋白質或是脂肪這一類 你會特別去做調整嗎 因為在比賽中 如果吃太多肉 我覺得身體自己啦 吃了之後我會覺得比較沉重一點 吃菜好像身體比較沒有負擔一點 比較輕盈 比較輕盈一點點 那如果說今天是賽後的話呢 賽後的話你會特別選擇什麼食物來吃嗎 就會那個白飯吧 白飯可能會 應該是說碳水 對碳水多補充一點 消耗比較多 不要讓體重掉太快 不要讓體重掉太快 這是你們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對不對 在投手這一方面還是每個位置都一樣 我覺得每個位置都一樣 因為我覺得會有點影響到續航力的問題 所以教練會特別給你們定個體重 你可能某某某你不要超過這個體重 那可能像你比較偏瘦 就比較低於這個體重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看個人啦 因為有的人不影響啊 但是那是因為自己我覺得 對自己來講是有差的 所以我才會去做這方面的飲食這樣 去做基本的一些調整嘛 那你剛剛說賽前希望比較輕盈一點點啊 是不是喝Red Bull真的會長出翅膀 可以就比較輕盈一點點會飛起來的感覺 專注啦 專注啦 我覺得主要是專注 因為自己以前在當中繼投手的時候 前面五局有的時候沒什麼事 我們就一直看比賽 其實有的時候 萬一進攻來往比較頻繁一點的時候 你會想要睡喔 你會放空喔 不會放空絕對不會放空 是擔心自己會專注力不足 OK 所以我就會在五局之後 我就會開始沾一點 沾一點Red Bull喝 沾一點是說 我不會一次喝很多 我只是沾一點沾一點 我就會慢慢吸收慢慢吸收這樣 你會稀釋之類的嗎 或可能加水啊 我都會喝一口Red Bull 然後跟配一口水 我都是這樣沾一點沾一點喝 因為一次喝太多我怕我會很想尿尿 沾尿嘛 那之前呢 因為在網路上也看過你跟小春其實有拍過一個形象影片嘛 那一個時候 那那個時候我裡面當然在維基百科上其實也有記錄說 你其實那個時候在大肆跟著培訓隊到日本一地訓練嘛 然後後來好像就有碰到一些比較大的低潮 那可能不管是球速啊或是身體感覺還有協調性 可能都比較失去一點點 所以那一年你就沒有跟著投入選秀嘛 因為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有詹子嫻啊 張敏勳還有蘇智杰 都是那個時候投入到選秀會 但是你就慢了一年嘛 有限到業餘球界去發展 那那個時候可以跟我們稍微講一下說 你是遭遇到什麼樣的身心狀況嗎 那時候就剛好狀況可能就剛好每況愈下 你說每一次投球 就真的是自己不知道是哪一顆螺絲沒所緊 就是自己也是一直試了很多動作 然後就是不管怎麼試我都覺得身體的節奏就是不對 我光是抬腳我就覺得怪怪的 抬腳就覺得怪怪的 我真的覺得自己不會丟球 就是丟出去的球我會感覺很 我的身體是得到很吃力的一種回饋 印象非常深刻是有一次的放假結束 教練說要做測試 然後他就拿測速將 投手就是要丟球數 看球數能到多少 我那時候就是我真的是死命的吹 我球數真的只剩123 比我我記得比我國中投的球數還慢 那真的是投球機制上出了蠻大的問題 非常大的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是 所以有一點覺得我還打得下去 就是我棒球這條路會不會就沒了 可是那後來怎麼解決這一個問題 那個時候我是重新調整我自己的心情 我覺得主要是要從心情先調整 因為我自己要先放下 就是我就是 我把自己當作是一個 我從來是一個還沒有底子的人 那我現在進到一個練習的環境 那我就是問教練 基本的投球節奏 我該先做哪些東西 我就從最基本的開始做 做做做做做 就把節奏重新的建立起 就是而不是再去找說 以前的節奏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是重新建立一個 屬於現在的自己這樣 可是我們說實在要忘掉是蠻 蠻困難的 但是你已經掉到最底了 你不忘不行 逼不得已了 對逼不得已 就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當然從心情上面開始調整 然後教練是幫助你在投球機制上面 重新的建立這樣子 對然後我覺得最大的是自己心情上 就是要忘掉之前 然後重新來過這樣 可是這個方法我覺得很困難 不是說我想忘掉就可以忘掉 你有做什麼活動來就是忘掉它嗎 比方說可能很多平常的放鬆啊 或者是 我覺得就是你已經決定好了 應該說我給自己一個非常堅定的目標是 我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我要投入下一次的選秀 我就是那一年時間 就當我決定要重來那一刻起 我的目標就是放在 我一定要投入明年的職棒選秀 所以我就是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那我就是已經想好了 所以我就不會再去想之前 我只想著我現在要怎麼前進這樣 就是要達到這個目標 那時候會去想說 如果沒有達到怎麼辦嗎 不會 我只覺得說我要怎麼樣去達到 那我一定要達到這樣 就是權力邁進就對了 那當然也造就了我們現在看到很厲害的子彭啦 我們也很期待看到子彭未來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當然在今年球季結束之後啊 不管是球季面 生裡面還是心裡面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有沒有哪一些要再強化的一些地方 其實我覺得棒球是真的是一個蠻深不可測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學不完的 所以我覺得每一年每一年就是不斷的去突破自己 就是創造一個新的自己來迎接明年的新的球季 主要就是你要先有健康的身體 你才有辦法再去在春訓的時候去調整 看是要怎麼樣面對今年的一個挑戰這樣 可是要有健康的身體是不是有一些具體的作為 比方說可能飲食重訓之類的 對呀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重訓跟飲食這方面嘛 就是你現在在做的這些事情嘛對不對 你會想要去特別加強球速或者是說 可能在控球或什麼方面的這一些的東西嗎 我覺得要了解自己是什麼樣的類型比較重要 然後能夠去觀察打者 然後跟要怎麼樣去解決打者 我覺得會比一定要增加球速嗎 然後一定要怎麼樣嘛來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還是心態上面自己要去做加強吧 我覺得 那這樣子聽起來其實說實在反而是 就動腦這一部分要做一樣要做的特別多 就是你要針對每一位打者去做研究去做去做功課 然後在星球季來做隨時的變化跟調整 好最後呢其實我們還蠻關注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運動員生涯規劃的這一個部分 所以最後有個問題想問一下子朋就是 假設你未來沒有繼續的打棒球 然後也沒有從事跟棒球相關的工作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要做什麼工作內容 會想要開Uber 哇酷為什麼 你喜歡開車 我喜歡開車 然後像爸爸他小時候就是開計程車 他開計程車把我跟我姐姐養大 那其實爸爸他也是一個很會開車的人 很會開車是指技術很好啊 哦技術很好 好 對啊 然後應該說因為爸爸也是一個蠻開朗的人 那我就覺得說如果開車也是在服務別人嘛 對 那其實我也覺得如果能夠開車然後幫助人 我自己喜歡開車又能夠幫助到人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一個職業 所以你現在會盡量到什麼地方都開車嗎 我嗎 對啊 不會 也不會 你不是很喜歡開車嗎 是喜歡開車 但是開車跟一直開車不一樣 一直開車會有一點累了 是有這樣想過了 所以就有機會 其實我也以為你要去開那個釣具行 釣具行 對啊 或者是可能當 我誠心發問釣魚有教練嗎 爸爸吧 不是我說釣魚有教練這種職業嗎 有人在做釣魚教練的嗎 我是不知道 但是YouTuber好像都有比較厲害的人會在那邊分享 哦那你也可以當YouTuber 你就是自己去釣魚 可是我只是釣好玩 我不是我不是想要一定要釣到一定要獨厲害那種 不是 就是興趣這樣子 他只是為放鬆的一個修行運動 OK 有人說如果興趣變成你的工作 可能就不一定是興趣 對啊 沒錯沒錯 是說棒球就是這樣嗎 棒球 好OK謝謝子彭 一言難盡是吧 好啦接下來我們就準備要進入到跟子彭的一個對決了 就跟子彭的快問快答應該已經有心理準備了吧 有有有 OK好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回到我們的快問快答吧 OK我們剛剛跟子彭聊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了也讓他好好的跟大家算是透露了一下他自己很多的一些私下的小事情或者是在球場上的一些球技上面的展現了那現在就準備要進入到我們比較輕鬆的部分 子彭剛會很緊張嗎 有一點 有一點 要來個快問快答 不過我們沒有那麼快啦 也沒有說一定要計時 主要是我們這一part以輕鬆為主 那我可能也會來跟你一些有對答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根據你回答的誠意呢 你今天有兩位的經紀人好朋友 那他們會決定說你要不要通過我們這一個快問快答的考驗 如果沒有通過的話 會有兩個懲罰讓你來選一個 那就看你想要哪一個這樣子 OK嗎 OKOKOK 好那我們就準備來開始囉 我還是會盡量保持一些像快問快答的節奏 但還是可以對談 OK好來 第一題請說出一場你今年印象最深刻的比賽 在高雄對衛泉龍的彎頭彎蜂 彎頭彎蜂那一場 OK好 那你除了老虎之外還有什麼綽號 彭彭 彭彭為什麼 阿嬤都這樣叫我 阿嬤都這樣叫你 是因為他喜歡幫你洗彭彭嗎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阿嬤不是字啊 然後爸爸可能有跟他們講我叫黃子彭 就想說彭彭比較好記 就直接彭彭疊字 然後我姐姐的字有一個 他的 我阿嬤是叫我姐姐平平 平平喔 就叫平平彭彭 我以為你會說五棍老虎 你還記得這個嗎 還五棍 五棍老虎啊 有啊 你之前不是在休息區跳舞 那是18年了吧 不是跳舞 對對對 18年了 OK 請說出三樣你最討厭的食物 青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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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討厭青豆嗎 我最討厭青豆啊 香菜吃嗎 吃 愛吃 所以OK就對了 好 那身為高雄人請推薦一道最經典的高雄美食 我離開高雄很久了 高雄美食喔 但我很推薦一家老的老字號的餐廳 有業配是不是 沒有業配 喔沒有業配 叫關西豬腳 是高雄人應該會知道 內行的 行阿來的 所以就是推薦關西豬腳嘛 對對對 進職棒之後最難適應的三件事情 哇慘了 慘了 最難適應的三件事情 慘了我還我都還蠻適應的 都還蠻適應的OK啦 輕鬆輕鬆 好啦那除了棒球以外 最喜歡的運動是什麼 釣魚 釣魚算運動嗎 算啊 喔算 我手要一直甩 一直甩 對啊 所以這個算 OK好釣魚可以 對對對 那跟別人熟了之後 最喜歡講哪一句幹話 或是口頭禪 阿娘喂 這就是你的口頭禪嘛 對不對 阿娘喂 那你是在什麼情況下 最喜歡說阿娘喂 什麼都可以 驚訝的時候 驚訝的時候 應該是驚訝的時候 好OK 投手之外最喜歡哪一個位置 中外野 中外野 你以前就外野手出身嗎 對 過去的時候 所以對外野還是很很喜歡 對 那球隊裡面跟誰的感情最差 跟誰的感情最差 賴志遠吧 為什麼 欸你竟然會真的講出名詞 我也以為你會說都很好 因為大家知道 知道我是騙人的 可是你特別特別抓他出來 是不是其實跟他感情最好 因為我講他就不會中槍 OK好可以 好再來再來的 題目開始越來越無厘頭了 剩下四題來加油 好 如果要吃火鍋 你會選海底撈還是老四川 我選老四川 為什麼 他的豆腐鴨血不用錢 OK有經濟上的考量 好 講出一位你最喜歡的女主播 柏妤姐 OK好林柏妤是不是 好 那說出一部你最愛的棒球動畫 或是電影 棒球 其實我很少會再看棒球的電影了 對對對 那有動畫嗎 動畫有嗎 我最愛哈利波特 電影喜歡的是哈利波特 對 應該都已經看著滾瓜爛手了 對 沒錯 OK 可以幫我長大 最後一題 最近最喜歡聽的一首歌是 哇 難無阿彌陀佛 真假的 你不要當這種騙人 你最認真的嗎 無聊的時候真的會聽 放空心境是不是 我在淨化我兒子的心靈 對因為最近跟兒子相處特別的多嘛 對 發現他有點誇張 所以我們兩個一起淨化 我一方 我要是要壓制住我的脾氣 OK啦 好 以上呢 子澎的回答 我們透過表情來看一下 經紀人覺得這回答滿意嗎 我剛剛給你兩顆球 經紀人好像有點不滿意 好啦 懲罰二選一的話 唱歌跟講笑話 來你要哪一個 講笑話 講笑話 你有準備是不是 剛剛好 我剛剛在那邊的廁所的時候看那個笑話 我覺得滿好笑的 我們廁所笑話超級爛 這講出來會引起公分喔 真的假的 對對對 那我可以再講嗎 好 你真的認真嗎 好好好可以可以 好啦沒有啦開玩笑是不是 什麼開玩笑 你是開玩笑的 沒有真的要講 我是真的要講嗎 對啊講一個笑話 好 來 我開始囉 好可以 有一個人叫做曾囉嗦 他娶了一個老婆叫藥泥館 生了一個兒子叫麻凡 有一天麻凡不見了 夫妻兩個就去報案 然後警察就問爸爸說 請問這個男的叫什麼名字 他爸爸說 正囉嗦 然後警察就很生氣 結果他就問媽媽叫什麼名字 媽媽說要你管啊 然後警察就很生氣說 你們要找誰 找麻凡 結束 好啦聽眾朋友 你們覺得這個笑話 歐不OK 你有沒有在那個 就是耳機 耳機那一邊有在笑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上Apple Podcast 或是到我們 運動世界趴的臉書社團 來幫我們稍微留言一下 看你覺得這個笑話 滿不滿意啦 好啦那今天跟子逢 真的是聊得非常非常開心 希望以後有機會 還能跟他 我們出去Catchball一下 或者是可以多多的跟他來聊聊天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子逢 來到運動世界趴的節目當中 謝謝 好那我們就下期節目再見啦 掰掰